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情境 也希望由我们的生活形态改变我们对设计的观念 而让这样的环境与场域变成家人与朋友很开心的一个核心 我们今天来到设计师Alan的家 一进来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然后空间感很好 然后采光也非常棒 那么因为今天这个是两户打通 那原本是住在一户 然后把隔壁买下来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说 隔壁买下来之后并没有马上动工 而是住了两年之后才开始动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就住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有机缘巧合下 隔壁买刚好要卖 我们把它买下来之后 我们其实一直在构思 这样的一个环境是我们喜欢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让以后的生活形态 创造出一个我们更喜欢的空间 那因为这样的环境 刚好它位于二楼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树梢 这个也是当初我们会买在这里的最大的原因 因为台北房子看很多 可是真正跟自然有连结的房子 其实没有到很多 那这边又很方便 我们就在想说 怎么样让我们家人跟小朋友 都可以很开心在这边成长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不急着装潢 我们就想说想清楚 那也都很明确 我们再来慢慢一步一步地做 有的时候家就是真的就是充电的地方 然后你可能除了就是休息之外还要工作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全方位的考量 那不过一进来呢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就是说进来这个空间感很棒 然后客厅很明亮 但是从玄关过来的时候 玄关它是一个比较走一个神秘暗色系 为什么 我很期待就是用对比来造成一些张力 让空间的层次跟空间的感受 可以由我们不同的领域跟动线的变化 而产生了很不一样的感受 不过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我对于玄关的材质还蛮好奇的 我就一摸就发现它是铁件 对 我觉得铁有它自然的一些纹理 因为我们在高温炼铁的过程 它会在于铁的上面产生一些 我觉得很漂亮的痕迹 所以这样的材料 就可以让我们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气氛 我们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把玄关的这一面墙 我们做了一个斜角度的呈现 那我觉得可以让它有一个引导动线 到我们的主空间的一个定义 那它也可以让我们很规则的一些墙壁亮点 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今天整个空间都是以走这个黑白色系为主 然后有大量的食材跟铁件 但是整个空间看起来却没有冰冷的感觉 有一种生活的轨迹感 对 这也是我希望去营造出来的 我们用的深色当然就是用铁件 那我们浅色部分就会用莱姆石的呈现 莱姆石我们这次选的是一个米白色 那又不是亮面的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大理石很冰冷 或者是说空间里面就是都被石头包围的感觉 而且莱姆石很棒就是说 它有自然的这种石头的凹凸 所以看得到石头本身的这种很漂亮的纹理 那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调节湿气 它有像归刀图的功能 对 那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环境 可以带给我们家人更好的一个生活的形态 那我们在莱姆石上面 也有比如说放了这个音响 我刚才还以为是灯 对 对不对 这个很多人问 对 因为你每次有空间 你都会有个很圆形的灯 对 但今天是音响 对 家里要圆圆满满 对 所以我们就是都喜欢放一个圆的 对 那我们的软装就很重要 包括我们的一些像立灯 台灯 或者我们等一下空间也有闭灯 还有我们天花板上有一个磁吸的灯 可以自由地调整灯的角度 或者是增加数量或减少数量 那不同的生活的比如说活动 那我们就可以调整灯的位置 哇 所以今天这个空间 真的是除了非常漂亮之外 但实用性也是蛮高的 不过讲到实用性 Alan这次有做了一些辅助的设备 对不对 就是让我们整个人住在里面会更舒服 是什么呢 我们做了智能设备 对 就是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像窗帘 灯具 还有空调 还有影音设备 那基本上用得到电的 都可以用手机来控制 那我们这次也做了地暖 像我们的房间区跟视听室 我们地板就有做地暖 对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天花板的除湿机 全热加烦机跟空气清净机 哇 那我们还做了全市的进水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生活的体验 应该不是只是漂亮的空间 如果我们的空间兼顾到安全 兼顾到健康 兼顾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这样的空间 其实会更贴近我们未来要的生活 来到客厅的区域呢 其实让人家感觉是很放松的 很想聊天的 因为它没有电视墙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又更紧密了 对 传统台湾家庭几乎都会放电视 对 家人跟朋友好像都围绕着电视 对 那如果我们可以打破这样的电视的迷思的话 我们的这整个空间 其实我觉得会更不一样 是 我觉得就我亲身感受 回到家把音乐打开 那我们可以站在桌子上跟小朋友互动 我觉得这样的情境 我觉得反而是更有家庭的这种氛围 对 而且Alan我发现像你这边的沙发 很多东西 它都是可以自由活动地去做不同的摆设 对不对 然后就像包括我也发现说 像客厅跟这个餐桌的这个区域 好像也没有划分得很清楚 对 其实我们有一个关键就是说 我们做了一个窗边很长的卧榻 从客厅区一路串联到餐厅区 所以我们的卧榻高度 画画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们做了一个很贴心 就是有高低的差异 我发现了 那边是比较低的 但这边因为有桌子的关系 就反而是要稍微高一点 对 因为我们坐在沙发上 其实就是不能够太高 因为就是要坐沙发 这种比较慵懒的方法 舒服 对 可是我们坐在餐桌的前面的话 不能够像沙发这么低 因为这么低的话你会很掉手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卧榻就变成 它有一个高低的一个层次 我觉得今天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棒 但除了这个客厅 餐厅 到那个青石区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 有一些不同的朋友来 我觉得在那边喝点小酒 或者是做点小饼干 吃个东西 喝个咖啡 我觉得都是很放松的 中岛我的规划里面 通常会是家里的核心 对 因为我们任何的简单的料理 或者是说生活的互动 都会在中岛上面发生 那我们也很注重像中岛 附近环境的一个气氛跟氛围 花花可以看到我后面是一个 很平面的台面 对 就是很干净 然后我旁边有放酒杯 就这样 对 可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机关 我们按下一个按钮 我们会有一个电动升降酒柜 就直接升上来 天哪 这设计师的家就真的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不喜欢 就是说平常时间看到那么多酒 可是我们晚上也有希望说 它有一点点这种夜店的感觉 有点气氛 对 所以我们就是用电动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种升降柜把它升上来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升降柜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因为后面设计了很多的插座 那我当初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不放酒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放很多的小的电器用品 比如说漫模机 果汁机 放在里面 其实要用的时候 你按一下它直接升上来 用完之后你也不用拔插头 再收东西 直接按下去 它会直接降下来 这样就是很便利 而且整个台面是很干净的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我们的 生活的使用性会再更加分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通常我们在家里用水槽 在洗碗的时候 都是面对一个冰冷的墙壁 那我这次刻意把水槽设计在窗户的前面 那刚好我们的窗户的外面 刚好有看到很多的树的景观 那这也是我觉得 我们家都会里面有森林感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水槽的对面 我们放了我们家里的冰箱 那这个冰箱的位置很刚好 因为刚好是在厨房的洞线 所以我们要拿菜 跟我们要准备食材是很方便的 在热炒区里面我们用的是一个 比较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没有上面的吊柜 我们就做两个铁键的成板 一个是我太太觉得说 吊柜里面东西它很难拿 再来是我们很喜欢有一些国外的厨房 它很随心的可以把盘子跟锅具放在上面 你要拿什么就直接看到就可以直接拿 就一目了然那很方便拿去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走到外面来 我们家里还有第二个冰箱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朋友来 要放很多饮料或者冰淇淋 那我觉得这个冰箱 我希望把我们的主要的厨房用的冰箱 可以分开 那我们再拿饮料跟拿一些 我们小朋友喜欢的 比如说他们喜欢做冰棒 他们就可以冰在这个里面 我们隐藏在我们的铁键的拉门的后面 是说在你身后的这一块吗 对 那当铁键拉门关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几乎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拉门 OK 所以真的就是依照家人的需求来做规划跟设计 不过一开始我讲到说 这边客厅没有电视 但是Ellen还是有特别设置了一个视听的空间 如果说真的去想看电视的时候 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很舒服那个空间看电视的 对 没有错哦 视听室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如果可以有一个比较包覆式比较独立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反而我们看电视的品质是提升的 刚好我们旁边有一个很大面的窗 大面的这个窗因为刚好旁边紧铃着阳台 我们做了一个设计就是说我们把铝门窗可以全部敞开 太过瘾了 对 那我们的地板几乎就可以往外面延伸 那会有个问题哦 比如说花花你一定觉得说 那万一我全部打开蚊子飞进来怎么办 对 因为在二楼还是有点蚊子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设计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电动蚊网 那因为旁边有轨道 所以说蚊子也不会从旁边飞进来 那因为它的蚊网透视性很强 所以几乎放下来的话 你不会感觉有蚊网的存在 这是一个两户合并的格局 我们把其中的一户设定为公领域 包括我们客厅还有餐厅厨房 视听室都是规划在这户的空间 这户的空间就可以很自由地 与朋友与家人做互动 通过走廊我们可以到另外一户的空间 我们把它规划成为私领域 包含了主卧房跟小孩房 藉由这样公司领域的区域的划分 我们可以各自找得到喜欢的场域 来去做每一个家人的互动 走到私领域呢 整个色调又沉浸了下来 仿佛预告说 OK好 接下来要休息了 我们把公司领域分开 我们要到私领域的话 会经过一个走廊的动线 我们其实技巧性地 把我们家的收纳跟备品 都放在走廊里面 那顺着走廊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房间区 那房间区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房间机能 像房间的卧房 跟衣室 跟浴室 不过机能这个我特别要讲一下 因为今天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这次主卧房的动线的设计 因为像卧预空间就有两个门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跟太太两个 在里面同时使用 都也不会打架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棒 对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 做空间规划 我们一般的浴室的配置 通常是四件事 可是我们做的这次 是四间事 间是房间的间 第一间就是洗手台的空间 那第二间我们做的就是 独立的马桶间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 日本房子的概念 它有这种隐私 跟它有这种比如说安全感 那它不会去互相干扰 然后另外第三间是我们有淋浴间 那这个淋浴间很特别 我们这淋浴间它有做两个门 所以我们如果说假设我们没有要泡澡的话 我们不会开到通向浴缸的那个门 那如果说我们要有泡澡的话 这个就讲到第四间了 就是有一个这种放浴缸的泡澡空间 那要泡澡我们就会开淋浴间的另外一个门 到泡澡间去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功能性就会变成是说 把卫浴空间做了更人性化 这也更符合我跟我太太生活上的弹性 与真正感受度的需求 真的耶 刚才Alan还跟我讲说 她用过这种四间式的这种卫浴空间 可能回不去了 对 因为太舒服 太方便 太好用了 好 那么除了卫浴空间之外 跟一间也有点小巧思 对 我把我太太的动线跟我的动线 拿衣服的把它分开了 我觉得我们拿的不管感受度跟效率 我觉得这个都很方便 另外我们有做一个设计 我觉得也很特别 我们有把吊衣杆 做了一个垂直的延伸出来 前面又做一个小的挂钩 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在选衣服的时候 可以拿一件衣服挂在前面 甚至是有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蒸汽整趟的时候 这个就很方便 对 那这个也是我太太当初 她有特别跟我提出 她想要有这样的功能 那我就要想办法帮她实现出来 真的是太棒了 那么这是主卧房 那接下来小孩房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因为它有一种小城堡的感觉 好像小孩可以带里面 就玩一整天都没有关系的那种 我们小孩房的空间很特别 因为我做了一个区域性的划分 所以他们有一个起居式的空间 算是一个小客厅 对 那因为这个客厅很特别 它有挑高大概三米三左右 所以我就想到说 既然有这样的高度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阁楼 对 但这个小阁楼是上面不能站着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高度 小朋友玩就很开心了 对 这样子其实刚刚好 就更有隐秘感 对 然后我们如果开了这个拱门的拉门 到里面就有他们的睡眠区 那睡眠区我们这次也是买了一个 进口品牌的床它有上下铺 对 那因为旁边有一个小楼梯 那这个楼梯可以走到上铺 也可以走到隔楼 所以这个楼梯等于是两用 而且这个楼梯还是可以收纳的功能 对 就加了第三个功能的话 它又有收纳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空间 就会变成是很有使用性 我想家就是可以很自由 可以很随性 你可以在家里随心所欲 去做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其实我觉得坐在这边 也可以享受着四季的变化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幸福的家的感觉 想欣赏更多于嘉宏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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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